好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雨忠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我们的新项目的这个直播 其实也已经过了三个月左右了 对 已经想死大家了 也是很期待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精彩的这个双口像 最最欢迎 最最受欢迎的还是我们的这个猛男老板 后面也会不断地在开放新的这个人类浮观 可能不是人类的这个浮观 是不是更容易冲动消费了呢 少前终于有PVP系统了 我这边就开始转圈了 现在因为我后面有人啊 我感觉非常的慌张 菊花很凉 策划已经回去加班了 这个莫利土啊 胸很大 观点 至于是怎么那个关联呢 我不能说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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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打我了 其实这次的故事啊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喜欢啊 但毕竟大家也知道少前对啊 它是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 人形不会有什么太多事情 但人形里外的人可能就太好了 那这次我们又带来了几个能够暴打各位指挥官的 这应该肯定 要不就简单介绍一下 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弄死他了 然后一刀插死一个指挥官 他则是他身份啊 就是上年为上纽级服务的一个天才的外科医生 手术技术非常高明 在这个试试里面是摄影中也是想有赞予的 但是接白的手术手术质 停 会包括这游戏中的各种经典场景的一个还原 这个又到了大家最喜闻若见的这个电视购物环节了 那今年我们要用如何要用什么可爱的这个周边来掏空大家这个指挥官的这个情报呢 就是负责负责被人颅 看起来像是塑不醋的脑袋被吃掉了 然后所以我们发现因为它这么有两个兔耳朵 在喝水的时候可能要倒过来 泡出来人为坐垫 但是它这个一是不会变成零的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t'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